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为了更好的大家理解 我们这个世界 是八十的所有的阿雷一时的种子的显现 种子不断地变成现实 现实在反馈来展现为种子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的现象 都是由种子展现出来的 简单地说 一般的人用阿雷一时用大海的比喻 这个比喻虽然很广泛 我觉得具体一点可以这样来想 阿雷一时是个仓库 是个整顶仓库 装着我们整个人生的所有的种子 过去现在为啥 那七十是什么呢 就像仓库的管理模式 那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那个习气 种子习气 六十就是我们意识相当于管理员 它到哪里去呢 哪里才发生作用 而五十呢 就是我们眼耳鼻舌身 五十呢 就像五个仓库的不同的出口大门一样 那这样来比喻呢 就能够好一点了 所有人呢 都有自己的阿雷一时的仓库 对我们对自己的阿雷一时种子的管理模式不一样 就是每个人的习气比较 就是说的七十习气比较 我们的体型动念呢 其实就是六十 六十就像管理员一样了 它不可能占有整个阿雷一时 它穿梭在各个某一点上 你只能展现出一点 而它的作用 就是出出入入的什么 就是从五十的出出入入 我们眼耳鼻舌身意 对境 对外境和内视相反作用 在这里呢 我只想说这个仓库的管理模式很重要 就是它的旧能模式很重要 一个人的旧习惯 旧有习惯了 旧有模式啊 也不是说不好 因为旧有模式 它也会有些优点也会积累 变成旧有模式 就像我们开汽车一样 你刚开始开汽车 你要想怎么打方线盘 怎么踩油门 怎么踩仨尺盾 你有一点点点 当你会开汽车的时候 你根本就不用想 你怎么打方线盘 形成一个旧有模式 然后你还可以打手机 还可以跟旁边人说话 对不对 旧有模式有用啊 就不是说 哎呦我活在当下 我每踩一脚 啥时候都想想 应该怎么踩 是吗 不是这样 而是按照这个旧有模式来运行的 所以说真正一个人 他形成自己的旧有模式了 他可以解决时间 把精力用在你不熟悉的 新鲜的事物上 能处理好那个事情 要旧有模式来处理 这是好的旧有模式 第二个 有旧有模式 有什么好处 让别人了解你的风格 你的模式 知道你处理事情 如何处理 别人好 能够信任你 直到这个人 我一批评的 他的旧有模式 就你反抗 我就不批评了 换个方式 如果这个人一批评的 他也很谦虚 能接受 可能我就愿意批评 也有利于他成长 每个人要了解 自己的风格和模式 让别人了解了之后 你才能融入这个团队 你才是一个 可确定的稳定因素 大家都了解你 你是什么样 如果不了解这个人 风险很大 这个团队就存在风险 不知道他会怎么做这个事情 所以让别人了解 自己的风格 也是他的优点 这样呢 我们就能把精力 用在新事物和新流域上 你才能做出很多的重要的事情 重要的事情 再有呢 就是很好的旧有模式 可以传承给下一代 那人类为什么 力量不如老虎 游泳不如鱼 就能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宰 主要人有学习能力 有这个语言传承 能够把知识经验 这个好的习惯 传承给下一代 就不断地传承 它变得强大 那么这旧有模式优点 就是我们习气也不见得不好 这是一个优点 那旧习气也有它的危害性 那危害呢 也有不同的等级啊 有的是影响自己的发展 就有习惯 习惯不好 有些人饮酒 有些人暴饮暴食 有些人贪睡 睡觉大 睡盖大 影响自己的发展 有些人在旧有习气啊 影响自己保持心状 很难保持心状 修到一定境界 或者是到一定境界 然后又出现点什么事情 出去赌博去了 然后事业修行一塌不动 又得从头开始 还有些人的旧有习气呢 会让自己用在无用功上 时间浪费 浪费时间 这个都是小的事情啊 不严重啊 像前面这三个呢 让自己稍微注意 可能就能够改正了 这样的旧有习气 那还有些旧有习气 让人身心反复进入地潮 什么也做不了 战友呢 有些旧有习气 让自己重复性的错误 伤害自己 总是在不到的时候 说错话 或者是做错事情 让自己呢 受伤 有的是重复性的错误 影响家人 家人呢 跟你在一起 别扭难受 甚至痛苦 会给家人带来烦恼 那这里要注意啊 有个叫重复性的错误 什么呢 人生过程 总是反反复复 出现相同的错误 或者相同的模式 影响到自己和家人 这一定你有内在的 一个习气种子 去做 不是简单的偶然的 还有更严重的 旧有模式 是给这个团队 给你所在的这个团体 带来困扰 这个团队一有这个人 有这样的救习的人 他就挑拨了一件 或者呢 他就扰乱不安 或者呢 他就泄露机密 还有呢 搞邦派 搞政治 还有这样的习气 那后四种 比较后四种这种影响范围 必须需要不断的重视 要提高自己 不提高自己就滑落 那这是从心理学角度的 这种习气 从佛教角度的这种习气 有些习气啊 只是让你现在做现业不好 现在得好 有些习气是让你下地狱的 是吧 影响你的偷胎 就是有些是遗书国 有些是等人国 就是数据来讲 就是有些习气 你再怎么做 不会影响你 你你投胎 影响你往生 那有些习气呀 虽然你看似小 不重要 但是有可能影响你往生 所以说从佛教修行来讲 那既有习气 又有所不同啊 那可能啊 就是更深一些 也说有些人 他非常不孝心 看似这个现象 他天上可能就是不孝心 他可能就是那种硝泪 就不孝心那种鸟泪 专门食父母那种鸟泪 类似于这种动物脱胎 他投了这胎了之后 他虽然做人了之后 他竟然有这样的习气 这样的习气 仍然不孝心 这就是所说的习气 那有些人呢 可能是前世啊 就是报恩型的这种动物 或人头带来 他有孝心的习气 不管父母对他怎么样 他都是孝心的父母 这也就是我们每个人 带着不同的习气 产生不同的这种作用 所以说我们也要判断 你什么样的习气啊 你自己不知道的话 那就是让师父帮你 好多人是蒙在鼓里 就自己看到自己的 通过师父或者心理资源师 来帮你 找到你的习气 然后看到你习气的重要性 让你不至于经常反复地 犯相同的错 因此所说的认知自己 认识自己 认识你是谁 还不如认识你 什么样的习气 其实对认识你来讲很重要 那我们刚才 昨天讲的 第一个最重要的习气 二元判断就是你好不好 二元判断是首先是干扰人的 这个真性的二元判断 你好我好 你不好我不好 这二元判断 那这是人的根本的习气 这都是都要有的 这个是人人都有的 不可能避免的 那么我们就在这里讲 要知道 希望大家讲的概念 不能说一习气 说习气都不好 有好的习气 是吧 有不好的习气 要判断哪些习气是可以忍受 哪些习气是绝对不能忍受的 绝对不能忍受的 所以说认识我自己 就是我的人生我做主 其实我的人生 有现在的我做主 而不是用习气的我来做主 有些人就说 我要做主 我要做什么 可能他这个决定 是由习气决定的 并不是由他自己决定 如果是由习气决定的 习气代表过去的自己 也不是现在的自己 因此我们对这句话 要更深的理解 要是我的人生 有我自主 命自我利 那这个我是什么呢 我要由习气的我来决定 由当下的这种我来决定 那我们所说的这个心理地位 我们看到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这是谁家上面贴的这个大字 什么意思 太太怕我 我看就是太太怕我 有的人说我怕太太 怎么看的 女性一般都看成是什么 太太怕我 男的都看成是我怕太太 我们都是有自己的整个内带的投射 自己的投射来理解外边的所有的现象 所以说最早期的一个决定 就是人生的旧有模式 旧有模式 比如说我们佛教讲的 其实同胎就带来了 但是他在零到十个月也会显现出来 零到十个月基本的人格定了 五岁 我们都说三岁看到老 那西方认为就是三到五岁 基本上这个人生是什么样 你就编写完了 18岁走向社会有次排练 到25岁走向社会 基本上这个人的一生什么样 都没什么变化 但是还有机会 比如像现在的研究那个年龄 他这个年龄有点跨度太大 一般我们认为六个月是一个周期 三岁的时候有次改变 六岁的时候送到幼儿园有次改变 十二岁叛逆期有次改变 18岁有次机会 过了18岁就机会很难 就一个人的秉性 有的那种习气 人生脚本 和人生是幸福是快乐 或者他结婚什么样子 这基本上都定下来 很难改变 现在我们提倡就是三岁的时候 很重要 因为现在同性恋比较多 三岁的时候处理不好孩子 跟父母的关系 这孩子同性恋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孩子比较大 我遇到很多父母 我一看他那父母跟孩子 三岁左右的关系 我就会采取了 说你家孩子是个同性恋 基本上都差不多 所以说学好这个东西 确实很能帮助人 就三岁看到老 三岁看到老 孩子信不信不信不信 三岁之前是最重要的 因为书记写了的人生 我们说人生如戏 人生如梦 那个戏的脚本 经常三岁以前都学了 其他就是在这个上 不断地改变 古人说三岁看到老 确实是 我们学到最后研究 看着就是三岁看到老 是吧 那个曾上源 你投到他那个家庭 你父母的各个方面的模式都出了 那既有模式 自己带来的 父母既有模式再给你写 然后慢慢就以为 这就是我了 这变成我的性格 我的脾气 我的作法 我的思想 其实这些都是内向程序式的 不断地输入到你的大脑 这个东西而已 所以说佛说无我 就是这个道理 把别人的思想 变成自己的思想 我推荐比喻的就是 我小的时候就觉得 在唱歌上我挺开悟的 如果那个流行音乐 我第一个听 一个女的唱的 她唱的 虽然她不是原唱 但我先听她唱的 即使我再听了原唱 唱歌我觉得唱得也不对 是吧 我听了第一个人唱得才对 因为我会用我第一个人的 那个歌的调调评 评判她 虽然这原唱我认为 后来大家说 哎呀你听这个是翻版了 我这个 这个男的才是演唱的 一开始觉得啊 好像是啊 我就觉得啊 这人先入位主是很重要 所以说我们 所有的思想 其实都被跟父母 接触的过程中 都先入位主过 你别以为你出入社会 可不是 你如何面对所有人的模式 在你家庭中 其实早已经形成 所以说佛讲的 无我呀 哎 无我就是说 不要认为这都是你自己的思想 如果你能认为 了解到 这都是外带的别人的东西 你就能够放下 人放不下 是认为这是我的 所以我放不下 就像我们听到外边 哎呀 有个小孩哭了 哎 你非常着急 出去看 原来不是你家孩子 哎 你就放心了 是不是 你就不着急了 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啊 你又非常烦恼痛苦 后来发现 跟你冲出那个思想 又不是你的思想 是别人的思想 哎 你就能放下 就能客观冷静地来思考 所以说认识的 我不同的角度都会认识 后面我们还有讲 那个三字我 最简单的 昨天讲的就是 你好 我好 好人坏人 最简单的人判断 我们就会这样来判断 四个心理地位 你好 我好 这是一个 我们认为是赢家的版本判断 还有是 我好 你不好 你好 我不好 你不好 我也不好 就是当我们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 始终 实际上在那个第六议 第七议时中 我们已经给下定义了 我是好人 他是坏的 已经下定义了 然后再看 他坏在哪里 我好在哪里 这时候可能就会屏蔽一些信息 等等 会出现这样的一些信息 就是每个人都是有这样 一定有一个定位的 一定把它定成好人 或者你定位你自己是好人 自己的好人 我的手机怎么没了呢 有些人就想 我可没拿 你怎么都不出心 只有两个心理地位 有人说 要是没了 我送你一个 就不同的人 不同的心理地位 第一个反应是不一样的 不同的 那这个第一个反应 来自有女七十年 就我是低层 就是一个二元反应 好 坏 输赢 等等 那在这里最重要的 就是这样的四个模式 那这四个模式 有一个你平时用的 有一个就是你 遇到压力的时候 有的模式 这都来自你父母 要不了解自己 你要了解 去认识你父母 你就知道你是什么样 我们就可以练习 在你们读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个内在的声音 是个男孩的声音 还是女人的声音 是个声音 是声调还是降调 有没有内在的声音 这个就可以用四种心理地位 来解读这个意思 谁劳动 谁快乐 可以用你好我好的心理状态 谁劳动 谁快乐 还可以这样的质疑 谁劳动 谁快乐 因为我好你不好的状态 有些人 谁劳动 谁快乐 我劳动 老板快乐 是吗 求让我说 谁劳动 谁还能快乐 那多累呀 我不好 谁劳动 谁快乐 那也可以理解 对吧 还有这样 谁劳动 谁都不快乐 谁都不愿劳动 也可以这样来理解 那最好的理解就是 你好不好 谁劳动 谁创造价值 是吧 谁快乐 也可以这样解读 那就是不同的心理地位 去解读这个 这句话是不同的 一般的人都会用自己的第一个心理地位习惯去解读 那我们的方法就是你要练习 遇到这种情况就主动练习 我用这个 我好你好 就是谁劳动 谁快乐 谁创造价值了 他就能够快乐 那是劳动 我们说有劳动的因 就有一分汗 有一分收获 对不对 想起现在不挣钱的话 未来它也是个善果 这谁劳动 谁快乐 谁劳动 谁快乐 用我好 你不好 别人不好 是 谁劳动 谁快乐 我怎么劳动 我都挣这些钱呢 是吧 我上班八个小时 劳动多了 太累 不劳动 他有发工资 那谁劳动呢 对不对 劳动多了 对方快乐 那就不同的心理状态 还可以练习 可以练习 我不好 他好的这个状态 就谁劳动 谁快乐 我不好 我还得劳动 我还不一定得到快乐 这不劳动 那些人可能还快乐 有些人按不劳而过 还快乐 那也有不同的解读 还可以双方都不好 的状态 劳动也不好 快乐的也不好 是吧 谁劳动 劳动的也痛苦 谁快乐 没有真正的快乐 还可以不同的 这种解读方法 那这就是让我们 那个不断的练习 那有解读的 就不一样 当我们训练了这样的 不断的遇到烦恼的时候 你可以训练 或者是别人遇到烦恼的时候 你可以帮他分析 咱们看在你好我好的情况 帮他分析 或者听别人一句话 有时候不一定听明白 可能别人大吼你一声 大吼你一声 叫你的名字 你要是认为别人不好的状态 你喊什么呢 喊 人家说你都要放车上了 是吧 有没有这种情况 有 你好心的喊他 他以为你在斥责 其实你告诉他 前面很危险 实际上人们在表达事物的过程中 很难一两句话把事情说清楚 你们遇到过吗 很难遇到 你没有说完了 他就把你打断了 你说谁呢你 有没有说好 有吧 或者别人没有说好 说完了 你就可以吃得别人了 结果解释清楚 哎呀呀 想走了想走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话 我们教会就出来了 就是以为别人不好 或者自己不好 就没有办法让别人把话说完 因为我们吸气来了 我们首先已经判断了那些坏事 那些好事 或者是我好 或者是我不好 或者是认为别人做好 大部分都会认为别人做好 是吧 别人得找自己的好 不能让别人把话说完 没有听清楚事情的真相 就开始有情绪了 就判断了 甚至举手就打了 张狗就骂了 最后是吃了我 那这就是说我们要练习 所以说对心理地位 有不同的练习方法 我也走了 第一个层面 就是你在老师的帮助下 识别自己的心理地位 是哪一种心理地位 可以去识别 识别之后呢 你要知道啊 这个自己的心理地位会影响 会扭曲别人的语言 扭曲事情 让自己下着梦想 只看了一步 这样呢 我们就能够 于是回到信息层面 慢慢的建立一个你好 我好的一个心理地位 这样更有利于人际关系 和自己把这个工作做好 把工作做好 我们把修行做好 这是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 当你能够切换自己的心理地位的时候 就像师父刚才讲的 因为你不断地练习 你会用四种心理地位 来评价 评估一个事情 这样就自由地可以选择了 而且你才能获得一定的 修行就会获得自由自在 是吧 什么叫自由自在 你说话一半是在你的旧模式里 你什么自由自在啊 那你是被过去捆住手脚 别说你什么都自我防卫 为什么人会自我防卫 自尊心强 自尊心强的人都认为自己不好 他怕别人说自己不好 所以说你说什么都非常敏感 唯物自尊 一般自尊心越强的人 因为自己越不好 所以他才背后自己自尊心 而因为自己好的人 他就说什么 他不会认为自己不好 我做了错事也不见得说我不好 我好不好跟做不做错事 没有关系 真正的自尊的人 他是认为自己好的 越是认为自己不好的人 他自尊心越强 越想维护 怕别人说自己不好 所以是和自己包裹起来 很难跟别人结晶 很难成长了 时间长了 别人看到你有错 我也不会帮你 也不会止 结果就是 你生理年龄得成长 心理年龄 现在三岁还是一样 只有 堪拓的最底层 这个二人判断 你就选择性 你可以选择你好 我好 你可以选择你不好 我不好 你才能自在 修行这种自在是哪里来的 你可以选择 不活在过去当中 不活在这个小时候的早期决定 认为这个世界不好 谁都会对我不好 或认为自己不好 自己不配 等等 或者一切行为 都想证明自己好 自己是对的 好多人生活一辈子 就想证明自己是对的 证明自己对的 一切证明 让别人看得起我 让别人瞧得起我 我要如何如何 但实际上 这根本是原因 证明自己原因 还是认为底层 认为自己不好 他才想证明 所以是把这个时间花的 不断地证明自己 给别人看的 这个上面 实际上是浪费精力的 但是佛教所说的 不增不减 在一他起身 不增不减 如果你这个人 总认为自己不好 而证明给别人看自己是好的 其实你就在增 不该做的事情 也带着忙 在做 没有这个 一他喜性的现实意义 所以我们看到 好多人都在 不断地证明自己 语言是证明自己 做事是一个证明自己 其实最底层 那个自我认知 是认为自己不好 需要来证明给别人看 这个有三个心理层面 三个心理层面 大家也可以由浅入深地 对这个二元判断 对这个二元判断 进行进行进行 你们学会这个了 就学会不二法了 是吧 就是我们没有原始 对这种二元判断 在我们焦点的学习中 有更深层的 扑着二元判断的方法 就是改善逼一法 这是一个二元判断 我们来做一个摩逆联系 这是个故事 有个老婆一摸 摸着个石子 然后就啪 摸死了 是吧 师父 然后有个弟子说 师父修行到这个程度 怎么还杀神 最后一摸 另一个弟子说 哎呦 我都不如这狮子 瞬间 师父给他抄肚了 往上接着世界 这两个师父 不同的 对着一个现象 不同的 跟父亲一样 是不是 你把他抄肚往上接着世界 被抓到了 又放了 哎呦 太好了 更能往上接着世界 跟你紧缘了 等你往上接着世界 第一个肚子就是他 你现在就被他抓住了 所以说我们对一个现象 他会有不同的什么 解读 那他就认为师父好 师父做什么 他从好的角度来思考 师父真厉害 你看给这个 抄肚往上接着世界 那个认为师父 哎呦 好象修腿不好 是不是 被瞎生了 所以道理做了什么 是我们内在投射 很重要 就是看到别人 一下子 手里抓两个鸡蛋 你很难受他干什么 是吧 他是要杀身 要腐化那两个鸡蛋 哎呦 很难受过 是吧 我们常说 这个鸡蛋 要是打破了 就是个松花蛋 从里边腐化了 就是一个生命 是吧 那我们自己 怎么看这个事情 是我们是这个 最基本的这个脚本 是什么 这个不是说 哎呦 你替师父讲了 然后你就变成 你好我好了 这不是 这个在你三岁以前 你这个已成定局了 一定是你好 我不好 我好你不好 或者是这四个中的一个 是主要的 但是面对压力的时候 还会出现另一个 你们要自己分析 特别是 你就可以分析父母 你父母吵架的时候 怎么吵的 他们要压力 怎么处理的 差不多 你就是这样 你分析他们的心理地位 是什么 是找自己的问题 还是专门指责别人 还是 这位自己也不好 别人也不好 等等 一对照 你就知道父母是什么样 那你就是什么样 你就是什么样 那我们看看 如果这个 马路上躺一个老人 如果我们用心理地位 来这个处理的话 我们会 会怎么面对这个信心 这个老人 躺一个老人 我们去不去服 去不去服他 我们做什么 我们怎么思考这个事情 大部分年轻人 都不去服 我年轻人 因为看过视频多 本来是做好事 如果不会保护自己 有可能被验上了 现在一般就是说 你要做好事之前 得找人先录像 来你给我录像 我服他 因为很好的方法 但是即使那样 也不一定有用 因为现在好多人 我最讨厌 利用别人的善良 做诈骗的行为 伤害性 对人类的伤害性 其实是最大的 那首先我们是设定两个 设定一个 你不好 我好一个结局 还有一个 你好 我不好的一个结局 我们分析 那个习气是怎么起作用 习气啊 他不是说的最后起作用 习气往往他有结果 先已经有结果 他比如说认为 你不好 我好 这个心理状态 他首先会定制 这个骗局 这老太太不是 他倒门是假的 我服他指定会被恶 有些老太太会问你 躺下之后 说孩子你挣多少钱 这三年 那你别服我了 你挣钱太少 你不够恶的 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 断了这样的故事 无非就是告诉人们 这个世界不好 是吗 如果正好跟这个 你不好我好 这个脚本合到一起了 他看到所有的老太太 躺在一起 他首先第一点 就是这是一个什么 骗局 是吧 他首先 所以说他会首先出结果 他并不是要判断 他会首先那个种子 啪出来 这个你不好我不好 出了之后 他是先出结果 这是个骗局 但是他自己这个表意识的 不一定知道 这个结果已经出来了 他自己表面上的不知道 但内在的决定已经有了 所以这就会让他专门 看这个老太太 有没有什么破绽 是不是 他就会找那些破绽 等等 他就来证明自己是对的 你看 我幸好不就 转向你可能就走了 就是你看他那血多心 是不是 你看他什么什么什么样 他就会找这样的信息 这样的信息 所以说他先有结果 才有行为 他的行为就觉得 我要干了这个事 就会被额伤 所以说我不能让那些人得逞 然后你看穿那鞋 穿得多好 是吧 不可能化到 或者你看他身上没有伤 他就找这样的意义 那生活在这种 这个人生如戏的那种 这个习气里的人 其实是已经有解决了 他的解决就是 因为这是一个骗局 这是你不好 我好的这个情况 那认为我不好的人呢 不认为这个老大娘不好 也不认为这是假的 但是认为自己是什么 没有能力 是做不好的 所以说 他的行为感觉有所不同 有所不同 他也不会去救 他会觉得 哎呦我不好 看我忙着呢 我要接孩子 如果我要帮助他 我这孩子就 不能什么了 不能接了 他会找很多的信息 来支持自己 不作为 但还内疚我 哎呦我不好 你看 这个事情我做不了 那这也是实际上 这个 主要进入模板的 第一个概念 基本上是都在 那个习气里 这都先是有结果的 所说的习气 你已经判了 这个事情的 最后结果了 然后你在这里 有扭曲的办法 戴着有色眼睛 像瞎子 没摸像一样 你摸了几个 你就不认为这是像 摸到大处 你说哎 这才是像 就是对信息的处理 对感觉系统 就会有不同的 这个看法 那这个是个 现实的问题 所以说现在 有没有你好 我好的状态 处理方法 有没有 也有 这个方法就是 首先 认为对方是好的 我也是好的 即使他是装导的老人 他也是好的 他遵守法律 只要我打110报警 或者我有录像 可能能说明事情 把这个事情 就可以先好的方向来 来发展 这个当我们 到一定阶段之后 要说这个四个心理地位 你完全改变 其实挺难的 这大的事情 就是一定要认人的退步 不要出去的决定 但一般情况下 对我们 这一人想改很难 很难 而是起码 是你是改不过来的 只要他违约性不大 不是重要的事情 其实你是可以 任运的 那任运的 比如说我们孩子 已经这样了 我们可以选择职业上 可以利用这一点 比如说我好 你不好 就可以让他当警察 是吧 当法官 专门挑别人的毛病 他乐于此道 非常高兴 而且他有这个能力 还乐此无比 还能这件一个工作 能做一辈子 你好我不好的人 让他干警察 他也干不了 他最内疚 最难受 他觉得别人 自己不好 别人多可怜 那个你看 那女儿没吃的 他偷东西去了 是不是 他可能就 没什么 他就有犯法 就放人家了 这种这个 心理地位 要放在不同的职业中 没准也好 所以说 这个原来 这个我们的 这个前期的贴役中 就是让人最好 放弃后边四种 然后这个 只有你好我好 才是最好的 但是很难达到 这百分比也很少 那怎么办 我们反过来 这个事物是不自信的 什么好和不好 都是在一定条件下 组合的 哎 你看 我们把你好 我好你不好 那个这样的 稀里模板的人 让他当警察 或者让他当 纪检委领导啊 是吧 哎 还是蛮不错的 工作还很好 他也很开心 而且他不用用力 他就是这样的 你看这 看你有没有问题 你抽一盒烟 就当领导的 一天抽一包烟 一包烟 你这中华这么多 一天三条 一条两千多 不对啊 六千多块 你工作才四千 他们过啊 他有这种模板 专门找别人 那个不好的地方 哎 放在这个工作中 那是好 你不好我不好 可以做间谍 可以做角度事 是吧 大家一起去死 哎 也放在 也放这里也好 所以说我们要 从站在佛教的 这个视角 可以突破 传统心理学的 一些障碍 他把那个 好和不好 人生发展的 也太模块化了 就认为 你好我好 是最好的模式 就放在佛教这里 可以突破这一点 如果我们 把它放在 不同的环境中 会产生 不同的这种效果 那在这里呢 我们应用练习呢 就是说 大家可以想一个 你最近的一个烦恼 或者你跟别人的 语言的一次冲突 之后呢 你想这个情节 如果换成这种 四种模式 你处理的方式 会有哪些 大家回去留个作业 然后思考一下 那这个作业 也可以是在第一周内 你听了一句 你特别不愿听的一句话 别人说了一句话 你可以假设 这种四种心理状态 不同的心理地位 你会继续问的 什么样的话 对待他 有什么不同 这是过去的一个反思 和未来的一个假设 我们可能会带来 哪些不同 这样的不断的 这个反思沉淀 净律 慢慢你就能够 知道自己是 什么样的心理地位 如果这个心理地位 已经影响你们修行了 已经影响你的 这个人际关系 或者在关键时刻 你最容易掉链子 就是在这 或者一件大人物 一件压力的时候 那个魔法 就可能出来的话 那你要很好的反思 来修正它 不然的话 就会影响你的 这个修行 甚至影响你的这个往生 甚至影响你的 做佛教事业 做佛教事业 修行呢 也讲法语裁地 诗的误会 法是诗会 你讲法 你有着福报学 吕呢 就是伴侣 伴侣的吕怎么写 两个口 什么叫伴侣 不说话 你不叫伴侣 一定要伴罪 没有两个罪 怎么说呀 一开口就是 别人不好 那怎么成为伴侣呢 伴侣了 你不要伴侣了 所以说这个心态 这个四中五 这个心理定律 大家是要学的 要学的 然后就法律 财帝 失德无贵 第二个 你就伴侣了 能不能行 所以说我们不断地修行 深口意的修行 深修行口 口意是合一起的 如果你这思想有问题 你的身体 能做出正确的事 如果你别人的话 你都听不明白 你把别人 扭曲的听 漏着听 变形的听 那别说什么 都没有用 慢慢就不愿 跟你说 所以说我们 把自己的 有色眼镜 摘一下 是吧 或者会换眼镜 你别一副眼镜 干净你四副眼镜 师傅现在就两副眼镜 看这个时候 那个 看远的时候 这个 是不是 都会几个 实在不行 我们多几副眼镜 就会找到 不同的 对事物的解读 对别人语言的解读 才知道 他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而不是我们 一下子 别人被说完了 我们气就来了 话就来了 不要这样 那怎么解决 就是大家认真 学好四种心理地位 愿以此功德 回向准极法 现前极丹来 遍阳十方界 一切众生文 得无尽利益 善愿皆成就 万生佛进土 究竟成佛道 感谢观看